大家好,我是小曾 今天给大家分享一道速炒西葫芦的做法 清脆爽口,营养美味 接下来就跟着我的视频一起来看一看怎么做的吧 首先准备两根可爱的西葫芦 然后用刀切掉头和尾 再改刀切成厚一点的片 一定要切的稍微的厚一点 这样才不容易出水 切片后再改刀切成均匀的长条 最后再切成5厘米左右的小段 全部切好后装入一个大一点的盆中 接着往里面加入一勺食盐 再下手抓拌均匀 这样可以给西葫芦入个底位 同时刷出里面多余的水分 这样做出来的西葫芦吃起来更加的脆爽 抓匀后先放一旁腌制10分钟 接下来准备五斑的大蒜用刀拍一下 再剁成蒜末 剁好后装入碗中备用 再准备几个小米椒切成小圈 不喜欢吃辣的可以不用放 切好后和蒜末放在一起 再准备适量的葱白切成葱花 切好后装入碗中 这个时候我们的西葫芦也腌制好了 看一下腌制出来了很多的水 接着往里面加入清水 把西葫芦清洗一遍 清洗掉多余的盐分 清洗干净后再用立即干它的水分 先装入盘中备用 接下来准备一个小碗加入少许的清水 再加入一大勺的生抽 一勺食盐 少许的鸡精 一勺蚝油 一勺香醋 最后加入一勺淀粉 用勺子充分地搅拌均匀备用 起锅烧热加入少许的食用油 油热后把葱蒜小米椒放入锅中翻炒 炒出蒜香味 炒香后倒入西葫芦 这个时候我们要开大火快速地翻炒 这样才可以锁住西葫芦里的水分 大约翻炒两分钟左右 把西葫芦炒至断生 翻炒两分钟后 再倒入我们调好的料汁 继续开大火快速地翻炒均匀 把汤汁收浓稠一点 这里炒至时间不要太长 要保持西葫芦脆爽的口感 大约再翻炒个十秒钟左右 就可以出锅了 这样我们一道简单又好吃的 素炒西葫芦就做好了 做法简单 滴汁少油 开胃又下饭 有喜欢的朋友可以收藏起来 再加试一下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 感谢大家的支持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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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下期再见